你刚刚看过了东区龙头赛尔提克 接下来关心西区龙头金块的表现 这场面对灰熊的比赛 他们没有错过进补良机 靠着尼克拉尤吉准大三元的数据带领 中场是以二十五分的差距 轻取灰熊 丹佛金块迎战曼菲斯灰熊 尼克拉尤吉穿西装虽然没有打领带 上了场依旧是轻松虐菜 四分位常传给迈克尔普的Jr 冷不防的就是一记外线 回过头来又是小丑的镜头 突破包夹小杖加一 自投自强再自己补进 首截进账十六分三处攻 有这只外挂等级的小丑 魏冕军打起来当然是特别轻松 握有三十九比二十四的大幅领先 来到比赛中段 熊熊部队试图反扑 主将Jaron Jackson Jr.却不在状态内 全场十八投四中 只有十一分入带 金块也没有错过机会 两大少主MPJ还有Christian Brown 都能贡献球队 丹佛军团前两节已标破六成的命中率 带着六十九比四十四的领先 进入中场休息 想有大幅优势的金块 有可能会让主熟的熊熊跑走吗 想当然是不可怜 Yogic狂轰二十九分十一 篮板八助攻 就算Jerman Murray Aaron Gordon没有上场也没差 金块共有七人得分上双 更在比赛后段上演麻辣锅派对 最多拉开到三十一分的差距 中场是金块一百二十八比一百零三轻取亏雄 接着看到NBA总裁 Adam Silver 不是啦 是来关心费城七六人 跟沙家缅度国王的比赛 阿赢主席远道而来 表现最好的却是前来踢馆的 Tiris Maxey 手接喷进四颗三分球 一个人砍进二十一分 但是国王也有人的手感烫到爆炸 Kick & Murray回进三级外线 反倒率领沙城大军 以三十一比二十五抢得先机 来到比赛中段 国王团队逐渐苏醒 无论是把握外线空挡 还是切入禁区抢分 多点开花的攻势 总是让七六人防不胜防 前两截共由三人得分突破双位数 握游六十比四十八的领先优势 一篮过后 国王持续在伤口上撒盐 小狐狸Diary Fox 砍进二十三分八篮板 小沙的Monta Sabonins 则是有十一分十三篮板 十助攻的大三元 同时达成连续五十四场 双十的奥人记录 成为NBA史上第一人 国王全员皆兵 最多拉开到二十二分的差距 也让二十九分的 Tiris Maxey苦作白功 中场国王一百零八比九十六 带走胜利 卫冕军不愧是卫冕军 包括今天击败灰熊在内 精快本季面对胜率不到五成的球队 战机是疯狂的二十七胜一败 反观赛尔提克跟太阳 却是多次翻车 真的是笑不出来 明星赛后战机最佳 最火烫的卫冕军 胆佛轻快 交手灰熊 少了Marie Aaron Gordon 也依旧稳健出击 以二十五分的差距轻松过关 不只是在球技后半 十七场比赛 豪夺十五胜的佳击 同时今年他们面对 五成胜率以下的球队 更是二十七胜一败 几乎没在翻车 展现出卫冕冠军 该有的霸技 以及稳定表现 尽快队赛后访问 嫌少爆点 但或许就是因为 他们对于每一场 比赛的态度都如出一车的敬业 也造就他们能够 整个赛季维持稳定 并在季末关头调整到位 为二连霸做好万全准备 详行之下另一座山头 贵为全联盟战机 最好的赛尔提克 今天当家双星Tayton 还有杰伦布朗雙双出赛 面对少了吹样的亚特拉大老鹰 没想到浪费多达三十分的领先 被他们上演的对时 最大分差的逆转胜 泰坦人赛后脸色 真的有点难看 除了球队该赢的球赛 没赢下来之外 搞不好也跟比赛过程中 一直抱怨哨音 结果被老鹰逐上 球评无情调侃有些关系 了啦 一个赛季的时间这么长 偶尔失常丢个脸 还算是人之常情 而且绿山军 目前的战绩也还是领先群雄 东区第一名的宝座 基本上也是使拿久稳 相信之下 太阳队这边就真的尴尬咯 今天跟赛尔提克一样 正宗球星全员出击 交手短兵缺将 没有文本压马的马刺 居然最终以两分差败下阵来 再后只有总教练接受访问 就知道这一败有多挫折 毕竟他们这个赛季 被联盟后段班的胜成军 赢了整整三次 这种该赢的场次拿不下来 加上后面赛程引导爆 要交手精快雷霆 灰狼快顶等肌肉赛球队 太阳有非常大的可能 继续卡在西区第八的尴尬位置 到时候要打附加赛 一场定输赢任何事都有可能会发生 继续来看到巫师跟公牛的比赛 巫师一个Jordan Poole 这场比赛贡献了23分 外带5助攻 加上另外一边的迪帽迪罗森 实在太想当英雄 中场巫师是以两分之差 甜蜜复仇 华盛顿巫师 客场踢馆芝加哥公牛 前四双方交手 公牛以29分差赢球 不过今天的巫师 显然有备而来 一开赛巫师就靠着Jordan Poole 高打板两分 以及一记急停三分 打吹坡15比0进攻高潮 巫师显然全队都打出自信 曼文巴格雷勒斯尔 更与队友上一季空中接力 手接打完就拉开14分差 来到第二节 公牛显然找回进攻状态 先是Kobe White 标进三分缩小分差 随后Dima Derozan 则是空抛给篮下的Andre Drummond 完成灌篮 再妙传给Alex Caluso得分 这两季漂亮助攻 有一局帮助球队 在半场打完追至4分差 一篮后 巫师队面对紧追比分的公牛 此时泳池哥跳出来 先是助攻队友3分 接着展现华丽运球 左晃右晃打入2分 本场比赛 他拿下23分 5助攻的好成绩 比赛进入决胜第四节 双方进攻是有来有往 公牛在落后的情况下 Derozan跳出来单截拿下14分 全场比赛 他拿下27分6助攻 来到最后5秒 落后2分的公牛 抢下后场篮板 Derozan接获队友传球后 展现舍我其谁的霸气 在半场来个超远的3分球 不过球却是弹框而出 中场只能眼看巫师 107比105 客场复仇成功 接着看到独行侠和爵士交手 这场看似一面倒的比赛 西区倒数第四的爵士 售阶却靠着John Collins 篮下接连两季扣篮 拉开分差 不过独行侠马上反击 靠着Tim Hardaway Jr. 一季压手3分 追进比分 四节比赛 Laurie Magnan 战现3分火力 单截命中3季3分 并且半场拿下20分 带领爵士 以66比61的5分差距 进入中场休息 来到下半场 力拼西区前六的独行侠 靠着上半场 表现很闷的一个 Luka Doncic接连砍进 两季3分 帮助球队 以80比79 反超比分 随后 目前正在摘戒的 Kerry Robin 也标进一季3分 这样比赛 他出战35分钟 拿下27分 来到决胜节 两队分差 咬得很紧 此时 Doncic发挥王牌价值 打开进攻技能包 迎着Laurie Magnan 来个后仰跳投命中 并在这一波12比0进攻高潮中 包办六分 带领独行侠 锁定胜局 整场比赛 尽管他三分命中率不佳 但还是以全能伸手 拿下29分 12篮板 13助攻的大三元成绩单 率队115 105 击败爵士 拿下近期 四连胜 提醒大家 NBA锁定未来 在3月27号 我们会带来Double Header 早上7点半 先看胡人交手公路 稍后10点 还有独行侠 交手国王